久坐的生物力学症状上半身 你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坐着的吗? 你的上背部或下背部感到不适或疼痛吗? 胸椎发生了什么? 胸椎广泛地向后突出 肩部和头部向前倾斜 胸小肌长期保持短缩 必锁缩短 腹壁无力 腹部肌肉和筋膜必锁缩短 随着时间的流斥 腹部弹性受损 在颈部肌肉中 胸锁乳突肌和上斜帮肌同样缩短 在这里我们看到头前倾的姿势 进步肌肉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肌肉都缩短了 看看它们的缩短如何使头部向前拉 或头前倾姿势如何缩短它们 在脊柱中立位的坐姿中 竖脊肌稳定脊柱 在坐姿不稳的情况下 所有的负荷都从肌肉转移到后背组织 身体负荷的组织上造成不平衡 中斜方肌保持整个肩胛骨稳定 通过向心和离心收缩 周围肌肉和组织缺乏休息 会引起局部压痛、紧绷和疼痛 这个动画说明了紧张对姿势的影响 在后凸位置 前表现被B所缩短而丧失中立位 前表现缩短 除了处于坍塌姿势的前表现缩短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螺旋线的缩短 复斜肌变短 连锁反应会向前拉前距肌 前距肌连接到菱形肌 并连接到进步深肌 在这个位置 整个脊柱会被向下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胸椎曲曲对圆肩和头前引的影响 该动画显示了包围肌肉的肌筋膜 这是我们必须正确对待的 后图位置随着时间推移 导致前表线缩短和螺旋线缩短 我们必须正确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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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正确的肌肉